目前,创生世界与深井总研租师会社的周边环境已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这是通过多年来的研究开发,将创生水HE进化为SFW创生燃料水。 使水的能源化成为可能,再加上运用系统完成并达到实用化程度而带来的结果。 这是目前被广泛称之为能源利用的氢H与助燃氧O结合而成的水分子H2O。 从原子层面设想的话,水成为能源也没有什么不可思议,只是水的分子结合十分牢固,分离为氢与氧需要较大的能量。 因此,将水用作能源的案例,包括利用水流落差的水力发电,以及燃烧燃料,使水沸腾变为水蒸气,加以利用的。 核能发电是通过放射性物质产生的热形成水蒸气,然后利用形成的水蒸气转动涡轮进行发电。 将水用作能源还会长时间停留在这一阶段。 约二十年之前,本公司董事长申井立春,为了使水具有不依赖化学物质的吸敌力,通过研究发现创生水含有大量的氢。 从那时开始,似乎找到了一直在构想的将水用作能源的途径。 这扇门终于打开了。 这就是想要传达的全部内容。 首先是开创者申井立春的讲话。 现在我要告诉各位的,是关于我们开发的水的事情。 我们的愿望是通过使用它,发起一场能源革命。 现在就来进行详细的说明。 可能各位在想,水的能源革命到底是什么样的。 假如使雨水、河水等普遍存在的水发挥与石油相同的作用, 这难道不会引起一场能源革命? 截止今日,姜油与水混合用以燃烧的乳液燃料技术已研究了将近十年。 然而,这些研究并没有获得成功。 这是因为没有人对水进行研究的缘故。 把水与油不能混合作为前提, 使用键链活性剂与乳化剂, 在发动机或锅炉中进行燃烧, 因而不会产生卡路里。 NOX也许会越来越少, 但不会引发能源革命。 所以,没有在全世界普及。 但是,我们要利用水发起一场能源革命。 下面来说说水的话题。 各位都知道, 流水不符的道理, 水与油不能混合。 一般都认为所有形态的水都是HRO的分子结构。 不过,这些常识并不正确。 水与油可以混合。 而且水即使积存下来也不会腐败。 这种情况因水质而异。 下面来谈谈原子状态的氢。 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了解到, 一般都认为, 具有直子效应的原子状态的氢, 可以预防并抑制癌症。 医学界有这样的言论, 分子状态的氢没有这种作用。 那么,如何测量原子状态的氢呢? 十年之前, 九州大学的白田教授 成功地测量了原子状态的氢, 并在科学杂志Sysense等中进行了发表。 除此之外, 也有简单的调查方法。 这就是各位都知道的 货氧化氢H2O2。 这是典型的活性氧。 如果在里面加水, 就会分解,产生氧气。 假如存在原子状态的氢, 就可以产生约为分子状态H2 能产生的三倍的氧气。 通过测量发现, 的确存在原子状态的氢。 通过利用这种方法进行调查, 能够了解水中是否存在原子状态的氢。 各位如果感兴趣, 可以尝试一下。 我们开发的创生水中, 存在着原子状态的氢。 经调查确认, 不会产生分解, 不管经过多少年, 仍存在于水中。 通过在这种创生水中增加原子状态的氢, 开发出稳定的创生水H1。 我曾经做过一项试验。 为了了解身体内部的状态, 比如癌症检查等, 我们利用X光进行照射, 却发现了可确认原子状态氢存在的, 起到X光作用的东西。 这就是放在这里的发动机。 汽油发动机与柴油发动机的类型都相同。 根据我的理论, 如果有原子状态的氢, 就会在气缸内产生氢气。 发动机会进行运转, 分子状态下, 氢并不能启动发动机。 正如各位所知道的那样, 如果像发动机中加水, 发动机就会发生故障, 停机, 加入的量越多, 发动机就越不能正常工作。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通常的水, 也就是带有分子状态氢的H2O, 都会出现这种状况。 我们使用目前销售的, 在高压条件下注入氢的水进行了试验。 结果发动机也不运转, 然后用纯水与RO水进行了实验。 这种水具有高达71.2的表面张力, 本以为也许会通过水蒸汽爆炸启动发动机, 不过还是不行。 不管用什么水进行实验, 发动机都不运转。 我的想法是, 如果水中存在原子状态的氢, 发动机一定会转起来。 通过混入10%或20%的这种水, 可以启动发动机产生热量, 降低燃料消耗量。 也就是说, 发动机起到了用于调查原子状态氢存在的X光的作用。 我们利用这种方法进行了实证。 目前, 就有把我们生产的水当作燃料航行的轮船。 下面来说明一下, 这种水也就是创生燃料水, SFW的制造方法与使用方法。 请各位看这里, 这里有水, 也有油。 这是目前家庭或店铺使用的创生水, 经过数天内的循环使用。 下面简单搜索创生水。 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对这种叫做创生水的水进行了普及推广。 我们通过在自来水厂的客户处安装设备, 将家庭与店铺中使用的所有水都变成了创生水。 这样, 就不再需要洗涤剂等用品。 利用创生水的清洗力, 可轻松地洗衣、 洗发和洗碗。 将这种创生水储存在罐中, 让它进行数小时到数天的循环。 通过循环增加原子状态的氢, 并在稳定之后装入到水箱中。 这个就是带有能量的水。 这种水含有大量的原子状态的氢, 也可以喝是非常好的水。 将这种水与旁边的油一起送入。 当然,不使用界面活性剂。 然后直接将水与油流入到发动机中。 通常情况下, 发动机会停止, 不过它却在顺利地运转着。 接着, 将微用完的返回油, 按这种方式进行乳化。 油与水混在一起, 并且不会随着时间的经过而分离, 可直接用作能源。 这就是水转化为能源的瞬间。 虽然就像这样, 加水的发动机能够运转, 但并不是只要增加水量。 就会提高作为能源的效果。 结果表明, 于分子状态的氢相比, 原子状态的氢具有3.8倍的能量。 因此, 即使只增加10%, 15%的这种水也可以大幅度削减燃料食用量。 这应该是发动机中出现了, 与作为主要的氢气制造方法的水蒸气改制相同的现象。 这种水与其他水的最大不同在于乳化。 这是氢油, 通过这种方式乳化为白色。 当然不需要洗涤剂, 也不需要香剥, 也不需要厨房洗涤剂。 为了保护环境, 饭店, 美容院, 洗衣店, 乃至于普通的家庭都在使用这种水。 这是原点。 从这里开始达到了能源水的效应。 下面我们来介绍视频中使用的这种水的情形。 这些都是真实的事情, 各位看了就会明白。 请各位设想一下, 这会对21世纪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包括火力发电在内, 在我们居住的日本的发电当中, 石油类能源占到68%, 风力与核能等占28%, 日本政府目前正致力于减少石油类68%的使用占比。 各位, 如果将上述68%的占比减少一半, 那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请大家想一想, 请多多关照。 接下来, 有看过创生燃料水SFW的各种数据与实验视频的有附阵线, 东京工业大学名誉教授的讲话。 好, 它是50%到70%程度的发热量。 从此可以看出, 原来听说创生水中含有某种形式的原子状态的氢, 现在看来果然如此。 原子状态的氢无法通过化学方法看到, 也无法进行验证。 但是, 设想, 设想创生水中含有原子状态的氢, 并对这种现象进行说明, 是由三位科学家以其他形式进行提案的。 所以, 这就是原子状态的氢是否存在这样一个情况。 实际上, 混合自来水或纯水进行试验时, 发动机也不运转, 但如果混合相同分量的创生水, 发动机就会持续运转。 我们认为, 这就是这次获得的最重要的知识。 第二点就是, 人们会问, 为什么创生水会去掉油污? 我也对比如洗碗, 以及不使用洗涤剂, 就能洗净油性头发, 持怀疑态度。 可是, 通过发动机试验得出这样的结论。 首先, 以65%对35%的燃料与水的比例 进行混合, 运转发动机, 然后观察返回的油的状态, 结果发现变成了乳乳色。 看到燃料与水已完全混合, 难道这表明SFW 以某种形式具备界面活性剂的性质? 这是我获得的第二个知识。 大致划分下来, 基本上为这两点。 通常, 如果是分子状态的氢, 只能在普通的水中溶解, 1.6ppm左右。 即使这些分子状态的氢燃烧, 也不会产生多少热量。 但是, 原子状态的氢, 到底是以何种形式融入到水中? 这至今也没有弄清楚。 这么多的量, 不可能以气体状态进入到水中。 因此, 可能是以液体状态进入到水中。 燃油用量的减少, 当然会削减二氧化碳的排放。 我期待着, 这也将有助于减少NOX的排放。 关于此前使用A重油的 柴油发电机试验 与小型汽油发电机的发电试验 以制作DVD并进行了分发, 也公开在YouTube上。 公开的视频并未对试验过程进行编辑, 是以最快的速度发布的。 现在介绍其中的一部分。 是利用柴油发电机进行的 SFW能力试验。 使燃油与SFW在透明的管中河流 并通过混合器, 最后送入到发动机中。 首先,测量连接七盏聚光灯的 发电机消耗100cc燃油的时间。 点亮七盏聚光灯。 以30安培的输出用光, 100ccA重油所需的时间为129秒。 接下来,打开关闭的SFW供给阀。 向A重油中混入SFW, 同时按相同的条件进行运转。 超出仅使用A重油进行运转时的 129秒耗时, 用光100ccA重油所需的时间为234秒。 此时,用于混合的SFW为57cc。 请参阅使用柴油发电机进行试验的结果。 如果将其换算为相同时间的运转, 则可减少44.88%的A重油。 需要再次说明的是, SFW是为进行任何添加的饮用水。 与一般水的最大差别在于, 含有大量原子状态的氢。 同时也进行了尾气测量, 表示不完全燃烧的一氧化碳量并没有增加。 从排热温度上升, 可以看出SFW为因中发而消耗热量, 表明已经燃烧。 水分解并燃烧之后, 氢分子会增加。 简单地说, 就超出仅100cc的A重油可发电的129秒时间而言。 多出的105秒的发电能量是由 57cc的SFW产生的。 随后, 也利用小型汽油发电机进行了试验。 确认在维持4.3A输出的情况下, 汽油剩余量通过A后, 到达B所需的时间为188秒。 接下来, 按相同条件打开关闭的SFW供给管, 再向汽油中混入SFW的同时进行测量。 耗时234秒通过B, 此时混合使用的SFW为2cc。 请参阅结果。 虽然为了便于观察流程, 使用简单的试验装置进行了本试验。 但由于该装置的压力因剩余量的变化而已, 因此形成了SFW流入量缓慢增加的状态。 通常运转时, 通过辐输罐使液压与水压保持恒定。 但本试验最初混入了少量SFW, 压力缓慢地发生变化。 混合量会逐渐增加。 因此,SFW量过度增加时, 发动机停止运转。 在不需要观察用量变化的通常运转中。 如果将SFW与汽油的混合比率 保持在和柴油发电机相同的程度, 则会显示出减少率增大的趋势。 上面介绍了实验视频。 详情请在YouTube上观看 总共28分钟的视频。 接下来是使用轻油进行的 大容量新型发电机试验。 与使用A重油时相同, 对100%轻油的发电状态 与混合SFW时的状况进行了比较。 的需要用3对4倍速度。 使用有4等轻油的发电机试验。 请参阅试验结果 接下来混合SFW进行测量 通过使用透明配管 可直接确认流入SFW的状况 参观实验的人员经常会提起 流过供给燃料配管的 SFW比率不同的问题 就像从外面看到的那样 由于使用的是透明配管 因此可立即理解其差异 这是适当的SFW混入量 会因使用的燃料类型而异的关系 多次试验结果表明 SFW拥有的原子状态氢的能量 以及截止目前的常规乳液燃料 利用的水蒸气爆炸所产生的能量 其叠加效果因燃料类型而异 如果混入量适当 即使是少量混入也会大幅度降低燃料消耗 消耗的燃料量因使用功率的大小而异 不过在柴油发动机情况下 只将一定量燃料送入到发动机中 就返回未用的燃料 该发动机将返回的燃料送入油箱 我们是在油箱外面进行截取 预测量返回油的量 请参阅试验结果 作为五次试验测量的平均值 相比清油100%的结果 确认到56.2%的燃料减少效果 也进行了将返回的混合油 直接用作燃料的确认实验 如果改变SFW的混合比率 并长期保管完成实验的返回油 就会成为油与水完全融合的透明状态 按照与先前实验相同的方式 在这种稳定的返回油混入 SFW启动发动机 测量结果与使用清油 及SFW进行的实验结果相同 作为五次的平均值 相比清油100%的结果 确认到53.6%的燃料减少效果 这是接受该实验结果 并委托进行返回油分析的结果 这是混合油 这是混合油SFW水的混合物 处于完全融合状态的返回油的水分 含量为0.03% 与作为基础的清油几乎没有差异 我们认为根据这种情况可以得出结论 即完全融合的返回油 与100%清油混合时没有发生变化 这表明使用SFW时的返回油 可直接用作燃料 在横跨海洋的马来西亚 已开始将使用清油的柴油发动机进行实用化 最早实施SFW实用化的 是在马来西亚东海岸进行 捕捞作业的中资渔业联合组织 现在来看一段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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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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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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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柴油发动机之后 我们也已经利用本公司的车辆进行汽油发动机测试 初始阶段的实验视频 虽然在流入上存在着量方面的偏差 但交互共给汽油部分以及与SFW的混合燃料部分 事实上,我们关注的重点是发动机转速没有偏差,始终稳定旋转 我们认为,据此就能理解启动发动机转速by所运达的系列 观察这些试验,而来到长野的有副教授的评价书。 得到的技术评价内容 在汽油发动机试验中确认到SFW的可燃烧性。 另外,与A重油或轻油同样,需要在汽油中进行均匀混合的技术。 在柴油发动机的情况下,返回油形成均匀的状态, 这在削减燃费与二氧化碳排放方面非常有前景。 记载了返回油随着时间的经过,从乳白色变为透明的黄色状态, 并在这种状态下验证燃费,或求出最佳混合费用的必要性。 先前的稳定返回油试验,是在针对最后提出的问题之后进行的。 另外,有关在汽油发动机中使用SFW的情况, 先前介绍的王府式发动机的测试已经结束。 目前,正通过转子发动机车辆收集数据, 是在加油系统中置入SFW与汽油的混合系统, 并在发动机主体或排气系统保持不变的状态下进行测量。 现在来看具体的情形。 比较仅使用汽油的行驶状态, 与SFW模式的行驶状态。 从低速到加速乃至高速, 发动机都没有产生暴震, 收集到不错的数据。 这些水就要放入水。 这里有一个放入水。 放入水。 系統的完成狀態具體是 從怠速狀態踩下油門時 電磁閥打開 流入創生燃料水 鬆開油門時關閉的自動控制 測量素質因交通流量 路面狀態 傾斜度的變化而略有增減 不過與柴油發動機相同 測量到50%左右的燃料減少效果 今後 一定按照國土交通省規定的 GC08模式實施測量 針對實用化 預定向一般修理廠或加油站提供 可在油箱內簡單設置的SFW裝置 做到可通過較大的鋁製包裝袋 簡單地獲得要使用的SFW 這種帶裝的創生燃料水包 可用作能源 也可以用作優質的飲用水 幾乎沒有人能想到 飲用水可直接用作能源 另外 現代社會人們用的水 也不能直接用作能源 我們的技術是利用生成器 將現代社會的所有水 都變為創生水 通過提高其能力 製成創生燃料水SFW 生活中可使用的水 不僅是飲用水 而且還是通過與燃油混合 產生大量能量的水 日本國內的大型企業 與許多國家都對這種事實 做出了反應 並開始各種研究活動 不使用擔心固結的化石燃料 也不使用安全性存在問題的核能 而是將我們身邊的水 化作為新能源 致力於解決包括二氧化碳削減等 地球環境問題在內的 涉及能源的各種問題 各國首腦針對氣候變化 對策進行協商的COP21會議 也沒有達成有效的具體目標措施 大幅削減化石燃料使用的創生燃料水 可在減少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方面 發揮重要的作用 這就是我們自創業以來持續追求的主題 水擁有無限的可能性 我們已對其中的一種可能性 進行了具體化與實用化 日本是水資源豐富的國家 我們可將這種水轉化為能源 如果轉化為原子狀態氫 較多的活性氫的水 那麼對健康也有好處 這樣的話會帶來一場能源革命 日本不產石油 但這種水的技術可撞造出高於石油的價值 我們展望 將這種技術傳播到世界各地 發動能源革命 消除能源紛爭與貧富差異 並以此為目標進行了扎實的研究 而傳播這種理念 取決於大家的意念 還有對自然的純心 拜託各位了 讓我們共同努力 通過將這種事實傳播到全球 發動能源革命 創建和平富裕的世界 屬於人們的外國人格 革命 按照